王瑞瑶听众朋友刚刚所收听的这首歌曲 有没有很心碎 如果你们跟王瑞瑶一样喜欢看韩剧的话 最近只要看韩剧都是这首歌跑出来 这首歌是MFM所演唱的最寂寞的歌 最寂寞的歌 今天其实超级美食家一点也不寂寞 因为今天超级美食家 有美食跟大家分享 美食跟美女还有帅厨 今天都在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好先给大家扫一下 我们今天带来现场的一些料理 这些料理呢在应该是两个礼拜之前吧 对不对 Justin主厨 是 两个礼拜之前呢 王瑞瑶已经去试吃过了 听众朋友已经去吃过了 今天呢才会出现在现场 我们今天在节目邀请的是 伯克金 伯克金的餐酒集团的主厨 Justin 来先问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Justin 你的头发好死毛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伯克金餐酒集团的店经理 Chanel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叫Chanel Chanel Chanel你看起来好精致哦 Chanel你看起来不像是经营餐厅的人耶 Justin你怎么笑得那么开心 没有啊 因为我们都做精致的料理 所以我们的经理也是很精致的 对哦 这也很甜 这也很甜 因为 不是我知道Justin都从做精致料理开始了 Justin你先介绍一下 你待过哪几个餐厅 最一开始的话 当学徒是在三二行馆 然后再辗转到State 101的State 是 然后再来到内湖的Raw 对 然后再辗转到现在目前的金车的餐厅 你每一个经历是不是都只有一个月 你现在看起来好幼稚哦 听众朋友如果追上直播的话就可以知道 Justin看起来好像一个小孩子哦 有吗 有啊 但是我都被人家说老耶 老 你哪里有老 你几岁 我现在29 你怎么这么年轻啊 没有 Justin你是科班出身的吗 是 我是科班出身的 哪一个学校 金国管理学院 哦 金国管理学院 所以等于是你是一路这样子 就是从本科系毕业 然后待在 所以你也是做西餐对不对 对 我从15 16岁开始就 决定要走这条路了 哎 好 我下次来跟你聊 你知道吗 因为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年轻的时候立定志向啊 可是我们今天不能够歪楼 听众朋友 因为我们今天 哎 你看惨了 现在大家都歪楼了 大家的留言都是 不是Justin 怎么那么正啊 经理的气质真是高雅 天哪 我今天介绍的是 伯克金的餐酒集团的主厨 在这里 我要拍镜 不要让大家看到chanel 等一下再给你们看 等一下再给你们看chanel跟菜 不过我现在现场已经受不了了 因为这些菜在眼前 香气正正 你看我吞了一口口水 才讲出这样子的话 好啦 不跟大家 掉胃口了 我们来聊一下chanel 我就在讲说 其实你的整个的形象 跟餐 跟餐厅 甚至是 餐酒集团 大家或许会觉得说 这是店经理吗 我要让chanel站起来 chanel今天的这套洋装 好漂亮 很 对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chanel的洋装 我那天其实去伯克金 我没有看到你 对不对 对我刚好当天不在 你转圈 因为我刚刚其实就有看到 他其实他今天的穿着 很chanel 好来 请坐 我们来聊一下餐酒的风气 所谓餐酒的流行的风气 所以今天才会找到 伯克金餐厅 来跟大家聊一聊 现在时下年轻人 我其实还没有去之前 我以为是年轻人的风潮 我那天去的时候 发现我的右边的那一桌 是一对老人家 不能讲 不能讲是老人家了 我右边的那一桌是 等于是跟我一样 年纪的中年人的一对夫妻 然后很开心的在享用 就是享用你们伯克金餐厅的 一些菜肴 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观念 是有一点落伍 然后呢 所以在介绍伯克金餐厅的时候 我让小奈儿先介绍 伯克金餐厅到底是出自什么集团 这个集团其实跟我们台湾人的 情感息息相关 其实伯克金是我们的 应该说家长就是金车集团 对然后其实当然创立40年了 然后我们当然大家耳熟能详 可能波朗咖啡比较知道 或是像奥利多啊等等的 然后当然我们有做一些生活的用品 那当然这几年在这十年 在这十年我们也很用心的在经营 就是现在也慢慢销售到国外 就是我们格马兰威士忌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再回来哦 天哪今天的留言什么都有 有留言说吃他们的美食 不会胖是不是 然后有人说在直播遇到 肉长起来 他说在直播的时候遇到朋友 张小华你讲的朋友是谁呢 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菜都拍了 哦你菜都拍了 对因为我怕弄到 对啊 小华是那个 怎么会呢 金车 是谁 大家留话好好玩哦 然后现在你知道好瘦 哎等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美食 不能讲好瘦 现在现在是美女了 没有应该是 等一下等一下 因为肉长起来了 这种肉你们很疯哦 我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件事 转这边 哇好瘦哦 转这边 也很瘦 哇 也很瘦 然后再转王瑞瑶 看大家是要看什么镜头跟角度 才可以讲 哇好瘦哦 可是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你知道 开场的时候 我们再来多聊一下金车集团啦 我觉得金车集团最近 或许大家会认为金车集团 最近大家讨论的是酒 可是大家其实并不知道 博朗咖啡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 对于金车集团 印象最深的是博朗 还有金车集团 还有一只水 波尔水 对 就是还有一个鼻子尖尖 对 我们以前的广告是这样讲的 对不对 鼻子尖尖 胡子翘翘 拿一个吊杆 焦时婷我对不起你 因为我现在都一直对着chanel 也没关系 这样最好 因为对着chanel的时候 直播人数比较高 我们在这里玩题 肉姐等一下回来的时候 先讲鲸语哦 好来 先讲一句哦 好 鲸语有三句嘛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跟未满18岁 你讲未满18岁 因为你看起来很像未满18岁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然后未满18岁 请勿赢酒 对不对 大家其实来聊一下 你看现在留言 还是都是这种 你知道在讨论 讨论这种乱露 乱露 乱露 气质美女 不过 我们很多人是谁的 逼大家上去 没有逼大家上去 我觉得大家其实看到了 就是很忠实 直接的反应 来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 王瑞瑶 听众朋友 有没有追上这一波的 餐酒疯呢 有吗 你们有追上这波 餐酒疯吗 为了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追上这波 餐酒疯 享用好的食物 享用台湾 自己做的 好的美酒 所以呢 我们邀请了 博克金餐酒集团的 Chanel店经理 还有邀请了 他们的主厨Justin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带了好多菜 带了好多菜 来跟大家分享 可是呢 应该是讲说 大家要先认识 这个集团 要从他的母公司开始 有听众朋友 有留言说 在欧洲看到 博朗咖啡的看板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 留言说 很怀念波尔茶 波尔茶没有了吗 还是有 还是有 那干嘛怀念呢 不能怀念 快去买 要赶快喝 对呀 然后呢 还有人讲说 金车的产品都很棒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 博克金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这个其实是在台湾 是一个经营很久 而且很用功 甚至很低调的一个品牌 对不对 一个集团 那所以我刚才在问 Chanel的时候 我就在问说 我们是否除了 博克金之外 大家接触最多的 应该就是博朗咖啡 对不对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奥利多 也可能也是 大家小时候会 不是很 就是比如说 很先进的机能饮料吗 可以这样讲吗 奥利多是机能饮料吗 对对 它是 印象中是 印象满深的是 健若 健若 对 你不满 30岁的人 有喝过健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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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 他笑得好开心哦 而且其实听众朋友 刚刚在介绍 我都笑出来了 博克金的时候 最近在看电视 有没有看到周星哲 有 有吗 Justin改你了 Justin 我有要求Justin 要唱周星哲的歌 现场 现场 来一句 有吗 来吧 以后别做朋友 你等一下等一下 翔太太你不能讲话 翔太太你不要讲话 来 以后别做朋友 朋友不能牵手 OK 有没有换句 被Cue唱歌 等一下 我对不起 Justin主厨 因为Justin 刚才那个麦克风 都直接把脸挡住 他在唱歌 唱的那两句的时候 根本看不出 Justin的脸 实在很有趣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介绍 博克金 我们先来聊一下 这一波的 餐酒的流行 因为或许大家会 停留在以前的印象 餐酒餐酒 有可能就是热潮 加啤酒 可是呢 整个风潮都不一样了 大家其实刚刚已经知道 Justin的一些背景 就知道这个人是 西餐的能手 虽然很年轻 然后再看到 Chanel的穿着 你知道就可以联想到 这个餐酒馆 就是这个餐酒餐厅的氛围 整个都不同了 我们来先从 氛围开始讲起 我那天也好震惊哦 在你们南京跟 新生高架桥的那个店 对南京东路跟新生 然后刚好是我们 五月才开幕的 那我们在去年 有先在 信义区 就是韩色爱美协对面 我们有开我们 第一家的旗舰店 然后 其实这几年 就是餐酒的热潮 非常的盛行 然后也越来越多的 餐酒馆去做开幕 然后当然因为去年的 我们去年六月的时候 就上市 除了威士忌以外 我们就上市 我们的伯克金的啤酒 那就是希望在 利用各种的餐饮的 不管是欧陆餐点啊 然后或是我们 近期推出的烧肉屋 等等的 我觉得利用餐酒 大家在用餐的过程当中 然后可以在我们餐厅 品各种不同的生啤酒 我们先来讲内栋楼好了啦 内栋楼其实有分 一楼跟二楼 我们来聊一下 因为其实刚刚 Chanel已经讲了 就比如说 现在大家现场看到 是很多西餐 西餐搭酒这件事情 已经很流行 很普遍 或许你会这样认为 可是呢 我扫了这些菜之后 搞不好听众朋友说 你怎么把烤布丁都带来了呢 那不是烤布丁 那不是 然后比如说 你看到的是很简单的薯条 好像没有什么稀奇 可是一吃的时候会发现 你在鬼笑什么 Justin 里面有新鸡的 他在里面埋了一些味道的新鸡 主要都是为了要跟 比如说跟饮料 跟酒有关 因为不一定是只有酒而已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很吃惊的是 居然还有烧肉店 而且在烧肉店的旁边 还有一个bar 对不对 那个其实都是做一个 很多餐饮品牌的整合 你们以前有做餐饮品牌吗 金车集团 应该说我们之前在20年前 我们有做咖啡馆 咖啡馆也是啦 对 有咖啡馆的部分 那可是 现在目前的 因为 博客金餐酒集团来讲 我们就是把 更多元化的餐点 然后提供给大家 那我觉得当然像 我们现在有不同种的 餐饮的类型 像是欧陆餐点 就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 可能有一些 也很适合家庭聚餐 然后 适合啊 有披萨 对 小朋友也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很适合家庭 家庭一起来用 对 然后像是 然后像 对他 Justin可以来介绍一下 就是 看似是布丁 可是他其实是有 烤布雷 烤布雷 对 他其实是有 玄机的一道菜 而且我看到Justin 我发现Justin 应该也是我的弟弟 因为呢 份量 份量不小 不小 对 从身材来 Justin 你一定要给我吃豆腐哦 已经 已经有瘦了 要乖乖哦 最近有在减肥 就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份量 我那天其实看到 这个出来之后 我很开心 你知道就比如说 现场大家可以看到 用手指来做一个比例尺的话 他其实都是一个不小气 CP值很高 不小气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压胸 都是一个不小气的一个做法 然后呢 还有就是对于烧肉啦 我那天还蛮好奇 就是如果有一天 我也想要去二楼 吃烧肉 就是他已经把餐跟酒的 搭配的范围 把它拉得比较广泛 对不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 其实现在大家 啤酒大家都蛮常喝 可是你不一定每天都想要吃欧陆餐 你不一定每天都想吃意大利面 可是等于说如果 每天都想要喝酒的话 我们就提供更多的餐饮的类型 然后因为烧肉屋也是台湾人 蛮爱的一个餐点 餐饮的一个属性 对那我们觉得 在吃烧肉的时候 也是啤酒大量饮用的一个时机 所以我们就把南京店做成一个 啤酒复合式餐厅 那有时候可以来一楼吃我们的欧陆餐点 那有时候可以到二楼去吃我们烧肉屋 还有这个空间的设计 就比如说这个空间设计之舒服 也让我很惊讶啦 就比如说以前 等一下我们要新进广告啊 听众朋友进完广告之后再回来 就比如说以前的餐酒馆大家都会界定为 有可能是那种欧洲的那种 对不对 即使是日本的也是比较 气氛很热闹 比较窄小的那种感觉 因为要人跟人之间 那个距离比较紧密 可是我觉得伯克金餐厅 我自己没有去过你们的旗舰店 可是我去了南京店 我要跟大家讲那个南京店 很宽敞 空间 对很舒服 就比如说 其实是很浪费空间啦 那个应该是你们自己的房子吧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今天那个房子是租的 应该 我那天就在讲说 有可能座椅要再挤两排 好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感受 然后现在已经有人在问 这个料理的份量了 有人问镜头下的料理份量 是几人份呢 这个可以回答吗 其实这些都是 这个都是要分食啦 对我们比较多是share的 因为也蛮多 我们比较客人都是以大组的客人一起 然后就会觉得 大家可以一起order比较多的食物 然后大家去做sharing 我要特别讲这个是鸭熊 这个鸭熊其实做的非常好吃 樱桃鸭熊 对而且这个樱桃鸭熊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樱桃鸭熊 这应该是 我要怎么说 一只吗 它大概是 你看这么多片 一点五只 一点五只 有没有看到这个樱桃鸭熊 我那天在试樱桃鸭熊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的分量很大 然后我也很吃惊 就比如说在点樱桃鸭熊的时候 一般人不会出到这么大的分量 就这么多片 所以听众朋友问我说 这是几人份 我很难回答你 就比如说这鸭熊好吃 我一个人搞不好可以吃六片 可是其他的东西 搞不好就吃不了那么多了 对不对 是一个分食的概念 分食 可是它的分量都很多 你知道很充足 有人问鸭熊有几片 你这难倒我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片 人家还以为王润瑶坚 在教我的小干儿子数数 十五片这么多 有没有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热潮 常见的食材 就是隔离 不能讲隔离 因为教育部有规定 你要念隔离 可是你看这隔离 它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热潮的形式 可是风味完全不同 等一下让Justin来介绍料理 可是除了介绍料理之外 我其实对于这个空间设计 我想多聊一点 因为这空间设计会让人家 想要去吃早餐 怎样 刚才有讲到什么 不是 你的节目 我们的广播都还没有讲到几年 都还没讲到 哦 好 对 要广播 好好好 来来来 等一下 没有我刚才太兴奋了 好我们刚才 我们等一下一开始 然后你接这会一句 十五片大概是三人份吧 我觉得没有 我那天其实吃了之后 鸭胸我大概只吃了三片 因为菜很多 还有别的菜 对 菜很多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警语哦 来来来来 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博客金餐酒集团的店经理 Chanel Chanel 我们就有开直播 Chanel 然后还有他们的主厨 Justin 在节目进行的时候 我们要讲一些东西 很重要 我们要来讲警语 虽然我们今天都不会讲到酒 可是呢 因为跟酒还是有关 因为要跟大家聊的是 参搭酒的一些学问 还有流行 所以Chanel 你先讲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Chanel 你怎么讲你前面的这个牌子 一模一样的 我们前面其实为了担心 有警语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警语都贴在 麦克风下面 来 该你 未满18岁 请勿饮酒 未满18岁 请勿饮酒 然后Justin 前面的这张警语是 饮酒过量 有爱健康 好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在开直播的时候 你们留下的任何提问 现场有两位美女 直接就在回复了 我发现这两位很好玩 这两位刚才一进来的时候 我说这两位是 他们居然回答我说是员工 所以你们刚刚有人在提问说 低销是多少啊 然后她的这个点菜的状况是怎么样啊 全部现在他们都用很快速直接回复大家 我现在要请小娜来讲一下 那个空间氛围跟环境了 我觉得三酒馆在台湾 其实有进化 对不对 对 你们想把它进化成一个什么状态 因为你们的这个空间宽敞 然后还有你们的包厢 甚至于你们的设计里面 都还有一些隐含 就比如说啤酒的原料是什么 你知道有一些吧台 我发现那个吧台的设计也是 我发现有一个人单独去吃 就坐在吧台上 不是饮酒哦 他是吃东西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 以伯克金 Buskin Beer House来讲 就是希望是比较欧陆的一个氛围 然后让大家走进去 很像到欧洲的感觉 那我们的两家店都有我们的U型吧台 那其实U型吧台 就是衍生成我们CI的一个马蹄铁造型 好大 对我们把它做的蛮大 那因为其实也蛮多人 因为我觉得毕竟啤酒餐厅就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也蛮适合 比如说你一个人下班 你想要自己一个人 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时间 然后喝一杯啤酒 那也很轻松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做吧台 然后刚好我们的Bartender 我们494都在里面 那也可以去跟我们494做一个交流 然后聊天 你可以聊天也可以不聊天 对 你可以就是不要跟我讲话 而且那个吧台 而且那个吧台很大 我自己也是看到你们的规模 就是把这个餐酒馆的环境做舒服了 Justin你的好朋友好多 我发现好多人说Justin好帅气 Justin好适合来做广播 换句话讲 大家希望Justin自己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然后有人问说一个人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可以可以 因为吧台就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或是多人的聚餐 也都可以 然后一直有人在问南部有分店吗 居然有人问到屏东有分店吗 我觉得宜兰应该有分店吧 因为你们的总部是在宜兰 宜兰有吗 目前还没有 宜兰也没有 可是我知道很多中南部的朋友在问 对啊 我们尽量速度快一点 下去做单店 可是刚刚有一个听众朋友看到 他有讲一个 比如说在高雄也没有吗 目前还是以台北 所以可能有山寨版 我看到有一个人留言 所以现在主要的都是在台北 除了我们刚才所聊的旗舰店 对 旗舰店在哪里 在信义区 在信义区 然后还有刚刚就是我自己去 我觉得非常喜欢 那个空间环境的南京跟新生高架桥 对 新生高架桥那边 就比如说 这个两家之后还有吗 会会会 今年还会有吗 希望 希望 百货公司会有吗 我们目前在101的B1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啤酒吧 那他主要就是供应六款的啤酒 然后还有啤酒冰淇淋 那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餐酒fu了 对 他就是比较那边就是一个更轻松 如果你逛街 你想喝一杯啤酒 或吃气球冰淇淋 那边就是比较更casual一点 好 我们现在紧接下来 要给大家介绍菜了 一直有人在问 就比如说这家店的营业时间 我要跟大家讲 这家店从早餐开始 对 我今天跟保师傅去试菜 试完菜之后 我就决定要叫保师傅 下次带我来吃早餐 因为我觉得空间环境 所提供的这种感觉 会让你觉得很relax 等一下我先移动一下 Justin的麦克风 因为把Justin漂亮的脸 可爱的脸庞都挡住了 可是Justin 你也不能离麦克风那么远啊 对啊 否则声音会不见啊 对啊 大家看一下Justin的造型 大家好爱Justin Justin 因为你之前 其实有很多这种 就比如说在台湾 非常有名的西餐 甚至是发餐的经验 对不对 那所以你怎么帮博客金餐厅 设计菜单 刚刚已经给大家看到压凶了 而且听众朋友还一直要求我 要算压凶的片数给大家看 应该是说 我是从 比较高端的西餐下来做的话 因为进来金车这个体系 第一个想要就是它的本土 生根很久了 那我们想表现就是 我们用最普遍见得到的食材 然后或者是 更一般特殊的食材 让人家来做料理的连结 所以你其实做的是两个极端 对对对 对不对 一个是大家认识的食材 一个是大家不太认识的东西 可是我自己试了Justin的菜之后 我觉得Justin的菜有一种 很fresh的感觉 就比如说刚才有跟大家提到 你看起来这道菜好像是这样 可是吃到嘴里有更多的惊喜 这个是我对Justin的料理的一个印象 那因为今天不会跟大家聊到 怎么搭酒了 因为呢 碍于法规的关系 还有我觉得酒这件事情 个人的品味其实不一样 可是大家其实可以尝试 因为其实餐酒馆的风潮流行 就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透过不一样的评引方式 发现你自己的最爱 在里面找到了一个 比较疏放身心的空间 好 我现在要先给大家吃薯条了 每次只要王人要吃东西 大家都很开心 刚刚有讲到说 这个薯条看起来是薯条 现在这个薯条的形式 差不多都是这样 一张旧旧的报纸 对不对 然后呢 让你觉得好像置身欧洲 然后榨薯条 给 来 小编为什么害羞了呢 最美的店经理 来 薯条到底有什么玄机在里面 告诉我们大家 薯条到底可以做什么味道 你为什么选择这种味道 薯条的话 其实这个连结 是我从小时候的回忆去做的 因为小时候通常都会吃到 有一种饼干叫虾味仙 虾味仙 对 那就像 我们就用 樱花虾 东港樱花虾 烘干之后打成粉 然后 类似摇摇薯条的方法 让薯条裹上 很厚很厚的 樱花虾粉 所以吃起来就是 哇 很重的虾味 然后 尾段的话就有 马铃薯的甜味出来 对对对 我们那天在吃的时候 我听众朋友 我近拍给大家看 你会看到这个炸薯条的颜色 是比较偏红 对不对 然后那天其实在吃这个薯条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连接到虾味仙 因为你的味道比虾味仙高级了 对啊 可是它的确有一个 就是熟悉的味道 其实就是这个虾 对不对 干虾 我问你这个其实有蘸姜 对不对 这道薯条 这个没有 没有 没有蘸姜 那我那天又乱吃乱蘸一通 因为那天呢 在吃这个薯条的时候 就会觉得 诶 广告来了 要休息 直播没有听 我那天在吃这个薯条的时候 会觉得说 它其实跟现在大家所做的流行都不一样 哈喽 哈喽 好多大咖都来了 Alan你也来了 Alan我下次再赢你去喝酒 对啊 我会发现说 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做黑松露 对不对 对 大家现在主流就是黑松露 反正就是迷迭香薯条 应该是说我们餐厅 还是有这种所谓的基本款 就是大家 它做的很荣誉哦 对就是大家 是重味哦 大家期待迟到的东西 可是像是 我们的蒜味虾薯条 或是我们松仁店有个黑妈妈薯条 他只用 等一下 等一下 商量人讲到的关键 你没有讲 除了樱花虾之外 里面还有炸一颗一颗的蒜仁啊 对啊 对 就比如说里面有蒜仁 我要翻 那天吃吃吃的时候 大家都在找蒜仁 就是那个蒜仁是很完整的哦 完整的蒜仁 对不对 不是蒜片的那种 不是不是 所以它里面有个风味就很好吃这样 所以我一直想到说有蒜酱吗 是蒜酱吗 其实不是在里面 是不是 然后还有味道做那么重 是为了要搭酒 对不对 对 而不是淡淡然的味道 啤酒真的很适合吃炸物 可以炸物一起 对 等一下我们家的那个不喝酒 都一直掉下来 对啊 掉下来就掉下来没关系 我给大家看 他们其实今天哦 有人有人夸奖Justine啊 说很辛苦 你知道带了那么多菜 直接进现场 他们的确很辛苦 而且都是他们自己家的盘子 他花很快去做煮装 对 Justine应该花很多时间 你知道把它拼成在餐厅里的这个样子 嗯 我听到 他其实现在已经凉了 对 冷冷冷 其实味道很浓郁 味道还是很浓郁 还有不会有膩感 我现在终于知道Justine讲的就是 他把它沾上满满的樱花虾粉 而不是只有撒一点点 那个其实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吃的这个就有浓郁的蒜味啊 还有沾到炸蒜头 对不对 虾味 蒜味虾薯条 对不对 你们自己的人在回啊 不是你们在回啊 是谁 我们还有小编在办公室 我以为是你们两个人在回 小编他应该很忙忙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给大家掌掌餐酒风 就是现在大家所流行的餐酒风的知识与尝试 我们邀请到的是博客金餐酒集团的店经理Chanel 大家现在没有在歪揉了哈 刚刚还一直在夸奖小编 然后邀请到了他们的主厨Justin 来跟大家分享几道料理 其实他们家的菜很多 而且呢 他们家从早上八点就开始了 对不对 早上八点就开始 我们现在先从薯条开始 因为呢 薯条的确是在吃餐酒的时候 不可或缺的一道菜 可是呢 怎么样左胃呢 要有各家自己厉害的啦 嗯 我们刚才其实有跟Justin在讨论说 黑松露已经有一点过时了 嗯 所以呢 他用的是满满的樱花虾粉来沾裹薯条 而且里面还有隐藏美味 就是原力的大蒜 整颗大蒜 好 接下来的这道菜呢 接下来这道菜叫什么呢 跟鲑鱼有关 来Justin 干嘛看我 烟熏鲑鱼沙拉 要面对麦克风 烟熏鲑鱼沙拉 可是Justin 我觉得你这道菜的寿司做的很甜耶 我想知道为什么 呃 其实他的不是甜 他的是回甘 我用的是梅子 用化梅去做sauce 哦 对 啊 不是你有 你有梅肉啦 对有梅肉 我有吃到梅肉的感觉 对 用梅子去做 所以第一口吃下来会很甜 但后面是酸甜酸甜的感觉 酸甜酸甜 而且我那天其实因为还蛮想要吃蔬菜的 会发现在这个沙拉里面 呃 他的沙拉的分量还蛮大 对 对不对 等一下一直有人写 除了啤酒也很棒 菜也好吃 所以这个袋书 有一位叫徐袋书 应该是你们的常客 我们认识 嗨 真的 直接在空中跟徐袋书say hello 对不对 这个不是小编 这个是客人 呃 可是这个熏鲑鱼 呃 有学问吗 来 来掌掌学问 有 我们这熏鲑鱼的话是挑挪威的 熏鲑鱼 然后回来的话我们还是有做呃加强烟熏的去做处理 什么叫做加强烟熏 我们有用 你觉得它的熏味不足 对 我觉得那个熏味 嗯 对我来讲 因为我们是挑熏味比较淡的 因为我为了要回来用我们自己家的木桶的的木屑 然后去做烟熏 哦 对对对对 就是等于是你把你们家酿酒的一个元素 对 然后要把它物尽其用 对不对 我就让它再熏一遍 哦难怪 因为我其实现在弄起来它的味道很浓 对 所以等于是你在后加工的部分把它强化了 对不对 是 嗯哼 等一下怎么有人在我的FB里直播 有两位他们自己在对话呢 然后还有有人在问 素食者能有素食者能吃的食物吗 有有有 我们一些沙拉如果是做全素或是淡奶素我们都可以做 对 那饭面的部分淀粉类的也都是可以帮 因为其实现在吃素的人越来越多了 哦是停一下 我要暂停 听众朋友你们知道餐酒馆有卖酒吗 酒不是素的 怎么会有如素的人想要进餐酒馆吃饭呢 我们还有别的饮料 很多吗 我们还有别的饮料 所以等于是你们又有为如素者 有为吃素食的人去思考这个部分吗 餐的话基本上有 我们有一套 但是没有在菜单上面的 如果他有吃素的话 我们会愿意提供这个给客人 哦 对 我知道了 这个吃素的人也想要挤进餐酒馆里面 感受一些 感受那个 那个气氛嘛 对感受一些气氛 否则的话我会觉得吃素的人会想要挤进餐酒馆里面吗 那大家想要沾沾流行 对不对 可是现在蛮多人吃素可是可以喝啤酒 对 真的吗 他们是吃健康素 健康素 然后还有有一个听众朋友留言啦 他说素食者会跟家人一起去 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 其实不是全家吃素 对不对 搞不好一两个人吃素 真的有人写吃素也可以喝酒 你怎么都一直让我想到那个 技工 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 这个其实强化烟熏的确风味很浓 很浓郁 对不对 在这个浓微鲑鱼的上面 好 紧接着下来 我们其实现在介绍都算是开胃菜 对不对 这个让人家觉得很震惊 这是什么 等一下我要把汤匙交给 呃 呃 justin 我要让justin负责 负责给大家揭开里面的秘密 你为什么没事给我上一个烤布雷呢 呃 应该是说这个 这个布雷比较特殊的是 他是因为我们一开始 呃 在既定印象布雷都是甜的 对啊 而且你上面有烘 有烤糖啊 对 然后 你弄弄声音给大家听 对啊 有烤糖的啊 有脆脆的糖啊 对不对 对 现在有点软掉 不然其实很明显 对啊 所以等于是你上了一个烤布雷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理由呢 呃 应该说我们把它拿来当一个开胃菜 所以我们里面加了 呃 发制的鸭肝 哦 对 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误会了 对 不要误会他甜点先上哦 没有哦 不是这个意思 开胃菜 好 然后往下挖就可以看到 呃 表层的话都有糖片 嗯哼 对 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到 里面的这个布丁的颜色 其实也不太一样 对 对不对 对 还有 会比较黄一点点 还有那个Justin 你是不是有一个绰号叫型男主厨 一直有人留下型男主厨四个字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我们这个吃法就是沾着 涂上去 那这个概念就有点像那个 呃 法师的Turin 哦 肉动派这样子 嗯哼 对 来给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其实吃法也很时髦啦 嗯 好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在外国人 他们也很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涂抹面包 嗯 对 然后现在大家一直都讨论吃素 他说吃素不是只有佛教徒 有的时候是为了不一样的理由 嗯 其实哈 看起来是烤布雷 吃在嘴里也有烤布雷的这种质地 哈 可是因为他加了压干之后 他的风味 他的风味转了 对 他是一个咸甜 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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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咸甜 你知道咸甜的一个味道 对 还有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压干或者是鹅干放的这个比例的关系 其实很好吃哦 对 大家可以涂面包一直涂 抓这个比例我们抓了蛮久一顿时间 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开始压干希望给客人多一点 更浓郁一点 反而会弄巧成作 因为太重 反而会让客人觉得很会腻 这样子 哦真的吗 对 因为我觉得比例做的很好 对 因为他有一点甜 然后有一点干的一种淡淡的味道 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吃不腻 嗯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那个balance要抓很准 对 你知道我现在有听众朋友留言 他说虾米 蒸蛋里面 烤蛋里面有 有压 有压干 大家其实吃起来 听起来觉得这个味道 好像很怪 其实不会 不会哦 意外的很match 对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主厨 哎糟糕我要讲话 而且我觉得这个主厨其实还蛮大气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份量 我通常像 我们在讨论Terryn 还是说像是这种肉酱 它其实味道会更咸 对不对 更小 对 用一个比较小的形式 嗯 嗯哼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小孩子看到应该也会觉得很high吧 小孩子会不会很high 会啊 看到有一个蒸蛋上来 然后上来甜甜的 嗯 除了甜甜之外 还有高级食材的峰会在里面 对 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直播没有停哦 听众朋友可以留言 他们会回复 休息一下哦 奇怪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在讲主厨豪帅哦 你认识乔恩吗 哦 你认识Emma吗 哈哈 哦应该是我们餐厅的人 大家现在我们在上班啊 不是很显然哦 很显然 Justin的人员很好 是是是 我问你是不是 大家都喜欢Justin对不对 啊 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还是我们的开心果了 对啊 我看 我看大家的留言都是 哦 主厨好帅哦 邢安主厨哦 现在我们餐厅大家都急着 在看到没有再照顾客 好开心哦 好 我们接下来来讲这个 就热炒的 大家其实都会点的炒隔离 好 可是呢 他们家的隔离 好啦 我下次再去烧肉屋 你知道 你看真的 同事之间的感情很好 老板娘 你是老板娘吗 是不是 大渣的 你是 你是 金车的女儿吗 你是吗 对对对 对啊 哎 等一下 有一个金车的 应该是二代了吗 你们是二代还是三代 三 你是三代吗 对啊 那就是你啊 那天其实有 我们有讨论你 可是我不知道你亲自出嘛 难怪 我想说怎么 对啊 因为我知道你都在智力餐饮 就比如说餐饮的这块 都是你在发展嘛 对不对 目前是这样子 可是你还有更新的计划跟想法吗 当然就是 餐饮这部分 我们会在尝试各种 其他的餐饮属性 现在有做欧鹿的 也有做烧肉的 那 maybe maybe 未来 因为其实大家酒 也蛮适合做 台菜 热炒 这种也是 啤酒大量饮用的一个餐饮 所以 我们未来也会想要 尝试看看这种餐饮属性 对啊 就是尝试更多元的啊 好 对啊 因为我很期待 能够你知道 就看到这个集团 有更多元的发展 而且因为你 你回来之后 就比如说 有可能跟上一代的想法 也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个更能够与时俱进 可是我觉得金车 已经与时俱进了 还有听众朋友 现在在嫌弃王润瑶吃东西 嫌弃王润瑶吃东西 你不要看 也不要听 因为我做的是美食节目 你说不能 不知道怎么跟小孩子解释 不要听 就不必解释 我也不想跟你解释 这本来就是美食节目 不用讨论这些 乖乖 你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 王润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博客金 餐酒集团的店经理 Chanel 还有他们主厨 Justin 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波流行的 餐酒风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追上 对我来讲 我觉得餐酒风 在台湾已经有1.0版跟2.0版 对不对 大家都用一些方式 推广台湾好的食材 然后用好的食材做料理 或者是用好的东西来做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觉得很光荣的一些饮品 好 Justin呢 继续来跟大家聊菜 我现在要跟大家聊的 这个是热炒店一定要有的 只要你喝酒一定要配的炒蛤蜊 可是呢 我讲草 不是蛤蜊 是蛤蜊 蛤蜊 好啦 讲蛤蜊 大家听得懂 Justin 在蛤蜊里面也放了好多心机 我现在都闻到这个蛤蜊的这个 有一个淡淡的一个皮屑 柠檬皮屑的香气 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呢 这道菜里面放了 就是最后会有撒上那个柠檬皮屑 看哦 我近拍给大家看哦 来增加它的香气 那基本上它基底的香气是用茴香酒 然后跟洋葱去做一个提味的动作 好 具体给大家聊一下茴香酒是什么味道 茴香是什么 其实我们台湾人应该很熟悉这个味道 没有错 是什么 就是乳肉里面常见的八角 没错没错 那你为什么会想借用茴香酒来 一定有你的理由 对 因为像我们外面热炒店会吃到的 就是可能会炒九层塔 这一定要用手哦 听众朋友 不要说我不卫生 我自己吃 这一定是用手 来九层塔怎样 其实他们会用九层塔来跟格力做一个连结 那再来的部分 我想要的是 用茴香来做一个连结 来做代替九层塔这个部分 对 茴香的味道很重 然后也让 我们自己的民众 他不会第一次就很抗拒 就是为什么味道那么不一样 因为八角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常见的一个食材的风味 可是总觉得八角应该就是跟卤味连结 对不对 我们其实印象最深就是卤味牛肉面之类的 这些红烧类的东西 可是我自己要讲 这个蛤蜊的确让我吃起来有一种外国的感觉 尤其是在法国 因为法国人其实喝蛮多茴香酒 而且茴香酒的酒精浓度其实比较高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是入菜做料理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喝酒过量有爱健康 在里面经过挥发之后不是在喝酒 是在取八角的香气 而且这八角的香气浸润到 你知道浸润到这个蛤蜊肉里面 它有另外一种味道 不是九层塔的味道 对不对 其实蛮迷人 不过有听众现在留言说 回香酒我无法 实在很有趣 可以来试试看 对啊 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感受 好 紧接着下来我们来吃一点垫肚子的东西 我们来讨论这个炖饭 好 我那天吃到这个炖饭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这个主厨 好有梗 听众朋友 我不知道这一招他是跟谁学的 你们看到了这片栅栏 我用栅栏来形容 这个栅栏 大家想象得到是什么吗 大家猜得出来这是什么食材吗 大家看得出来 现在我手上拿了这一片食材 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我先形容一下他的口感 因为他是经过算是砍瘦 对不对 所以他吃起来 他的甜味好明显 而且这个食材 有人猜芋头 错 牛棒 错 这个食材呢 你们天天在家里 冰箱里搞不好都是常备食材 而且很便宜 这个食材一包 甚至最便宜才12块 我这样讲对不对 菜市场如果量很多的话 大家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吗 牛棒 大家都来猜牛棒 不是 不是 而且他吃起来很甜 我几乎不认识这个食材 豆皮 错错错 有人答对了 是什么 你说 金针菇 金针菇 来聊一下 其实这一道炖饭呢 我们就是用菇 来做一个主题的料理 那我们有用香菇 用蘑菇 然后跟金针菇 这三个菇去做 让炖饭有更重的鲜味 五方米的鲜味出来 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加任何的别的调味料了 真的还假的 真的 因为你知道基本上来讲 大家其实平常在吃金针菇的时候 只觉得金针菇滑滑的 金针菇很韧 有一个韧性 或许大家也吃得出来金针菇的甜度 可是并不知道金针菇经过这种干燥法之后 金针菇有一个本味跑出来 好迷人哦 还有听众朋友 有人说师傅长得很像蜡比小星 好可爱 你有看过他的大象吗 蜡比小星可爱的是大象啊 你们怎么可以乱讲话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炖饭 还有我觉得这个主厨很坚持啦 为什么很坚持 这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这种菌菇 对不对 对 为什么这主厨很坚持 这个师傅 Justin在做这个炖饭的时候 非常坚持这个米饭 我觉得你还真敢 你知道他出了这种 咬下去会硬的炖饭 没错 你并没有因为开一个台湾人喜欢的餐酒馆 把米饭做成了软软的饭 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应该是要给消费者一个正常的观念 正确的观念 就是 其实吃 我们用的是真的意大利进口的炖饭 所以应该要保留他 一吃一看就知道 应该要保留他原本该呈现的方式 所以你没有用台湾米 没有 完全都没有用台湾米 然后还有就是有人会退这个炖饭吗 我相信应该会有人说 这个饭怎么没有煮熟 因为其实他做的很 很正规 就是欧洲的这种 还是会有消费者 但是这个消费者的年龄层会比较高一些些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帮这些客人 再回来再煮软一点点 所以可以调整 对 可以帮他们做调整 因为我通常听到了比较坚持的主厨 他就会讲说那你换菜好了 你知道跟王瑞也好一样 不愿意做任何妥协 因为有时候是年纪比较长的 他们牙口比较不好一些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这一类的消费者 点到这个我们还是会先跟他提醒说 饭会比较硬 那可要不要煮软一点 还有我觉得这个炖饭的本质 就像加斯廷所讲的 他用的都是原材料的味道 你知道去炖煮出他的咸 他的鲜 所以其实吃起来 它的风味的层次会很吃惊 然后还有就是他有可能担心 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饭好像过硬 所以很贴心的在里面也做了一个 有没有水泼蛋在里面对不对 我没有打算把它戳破了 因为我不喜欢 大家在等啊 大家在等啊 大家在等水泼蛋戳破吗 一直有人在讲主厨的声音好迷人哦 天哪 好了我戳水泼蛋给大家看 后来要帮你接很多 因为我自己其实并不喜欢 那个滑滑的黏黏的口感 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 可是我知道大家是很喜欢 就比如说他流出来之后 如果你觉得饭比较偏硬还是干嘛 他都会做有一点 一个滑 当个戒指做一个滑润的效果 对他就会做 可是你这样就会逼迫我再吃一口啊 我才已经吃了三口了 我其实已经大破戒了 听众朋友 王岸瑶都好肥哦 我现在努力的在减肥 可是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难 哦 很好吃 我再吃一口 因为他其实被这种水泼蛋包覆之后 他的口感更好 更符合 嗯 而且我知道的每一口都有菌菇 对不对 你的这个菌菇量放的很大 是 才会这么鲜美 好 紧接着下来我们来吃披萨 我实在很妙 我今天在节目现场 等于是把 伯克金餐厅的一些招牌菜 还有师傅喜欢的这些招牌菜 全部都带进来 对不对 人气菜 也有听众朋友已经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就是这个很多菇菇炖饭的香气 哎等一下我再让大家看一下金针菇柱栏 好 对啊 我觉得这个金针菇柱栏 这个其实是比较新的运用作法吗 对 就是帮他烘干 天哪我们的时间要到了 我们没有时间再讲了 我们最后来讲一下 好啦 我要讲这个鸭胸 我觉得鸭胸一定要跟大家聊一下鸭胸 好 来 鸭胸的部分我们是用 鸭胸桃鸭的部分 那我们烹调的过程是用低温烹调法 时间到了 不好意思 直播没有停啊 我们要把这个低温烹调法讲完 来 对 那基本上我们的鸭胸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在 我们的冷藏有做熟成的动作 两天到三天 对让它实时熟成 然后我们再去做低温烹调的技术 所以等于是 加斯汀你的习惯是 有一些食材进到了你的厨房里面 你不会直接使用 对 我不会直接使用 比如说你就像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熏鲑鱼也是一样 是 它的这个熏味真的变很重哦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这个其实是算是重熏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鸭胸进来之后 你自己再做一种厚熟 对 它这个鸭胸 听众朋友也可以看得到 它的鸭胸其实煎得很深 可是我要讲它其实那天鸭胸 我们大家都吃到很高兴 除了分量很大之外 其实味道做得很好 还有这个寿司是什么寿司 那个寿司的话是用红甜菜跟红酒 什么菜 红甜菜 红甜菜 对 甜菜跟 然后跟红酒去炖煮的一个 一个寿司这样子 对 还有就是你煎鸭胸的方式 我也蛮喜欢的 就是有人在 我这样酱汁会不会弄太多 还好还好 可以 因为有人会把这个鸭胸的皮煎得很压 煎得很压 你知道都故意做一个酥酥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没有酱汁去 我没有做到整片都是酥的 它是QQ 对我们希望是还是会带一点酥的口感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客人还有吃到一点点油脂的部分 对啊就是QQ 而且油脂很迷人哦 对 有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讲中秋节要去了 中秋节要定位吗 应该要吧 先定位会 欢迎来烧肉屋 来烧肉屋 我没有活动 对 还有我觉得以酒入菜的这件事情 佳石亭你应该一直在料理里面尝试对不对 对 这个酥子 对这酥子好迷人哦 对 超迷人 嗯哼 像这个也是 这个就有啤酒入菜 对 它有加小麦啤酒 嗯哼 对对对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大家可以知道除了喝之外 它的这个透过的热气 啊 呃 汇发之后所存留的这个香气 对 更是不一样 嗯 所以给大家推荐伯克金 伯克金餐厅 好了 你们留下任何问题 他们的小编都及时回复了 对不对 诶 徐代书又来了 徐代书说 最佳兄是我在国内外餐厅吃过最好吃之一 我赞成你的讲法 我赞成你的讲法 而且呢 我自己也吃这种鸭胸的份量 这么大其实比较少见 嗯哼 我这样讲对不对 Justin 对没错 通常鸭胸的份量 或许我们正规的鸭胸份量是 大概三分之一 大概二分之一左右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以内 二分之一以内 对啊 还有你那个 你的捏子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牙医哦 对 现在这个西餐竹竹啊 你知道身上的格西都很多 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格西 很重要对不对 对非常重要 随时要调整 那个摆盘上的东西 好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没有讲酒 是因为讲酒会开阀了 可是呢 很希望大家追上这批餐酒 餐酒风的风潮的时候 不要只有吃菜了 因为会发现酒会出现在料理里面 然后酒也可以单纯配搭 好 并不是鼓励大家喝酒 没有 只是鼓励大家要对自己好 好 要放松心情来享受这些东西 好啦我们要结束我们的直播了 我们让小尿尔先跟大家说 等一下 你还很急 我们让小尿尔先跟大家讲再见 拜拜 希望你们今天的餐点都还喜欢 小尿尔你是不是平常也不太扑包 你有接受采访吗 有啦 有 可是比较少 好比较少 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小尿尔亲自出马 谢谢 来 再来是 嗨谢谢各位 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好 教士廷 为什么大家说你的声音好适合做广播 没有没有 以后 以后帮他接一些广播节目 对 我觉得大家都喜欢你们两个人 你以后很忙 实在很妙 好啦 接下来是王若瑶 要跟大家讲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